互联网不断的发展 商业模式不断的迭代和创新 那对于我们这些创业者和经营者而言 未来两年内的商业模式 全新的赚钱路径有哪些呢 今天红贺就给大家分享几个观点 第二观点就是社交化商业 这是创业者必须要面对和核心选择的一个方向 什么是社交化创业呢 打个比方吧 说今天红贺在做自媒体 那么这个品牌是不是叫红贺说呀 那么红贺做自媒体的过程当中 有了很多很多的粉丝 比如说有15万粉丝 那么这些粉丝是不是拥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呢 在这种需求和这个品牌之间 能不能够寻找到一个有关于情感的产品的服务的需求的 一个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载体 这就是我们创业者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我用两个案例啊 有一个案例呢 是养殖厂养牛嘛 然后找一个品牌商做牛肉速食方面的啊 比如说牛肉干啊 但是当然它不仅仅是牛肉干 它很多很多都是速食各种口味的牛肉 那它起个名叫牛大大 牛大大呢 就是它的创始人的品牌名和公司名 牛大大呢 也在做自媒体 那么牛大大这个产品是不是有一种精神内核啊 它会传播很多很多牛的成长啊 养殖的过程 场景 感情 牛大大精神 牛不牛的牛精神 所以呢 这些产品需求情感以及自媒体如何在一起的这个成交的过程 就是我们自媒体人创写的核心 那再说吧 说红鹤呢 讲自媒体 讲自媒体呢 创办了一个红鹤说这个栏目 红鹤说这个栏目 很多很多人都喜欢 那么诸位为红鹤说这个栏目付费 每个月包月几块钱 或者说十几块钱 或者每年几百块钱 那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在做商业呢 那能不能有红鹤说与另一个智能化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智能化机器啊 比如说它就是一个语音的 或者就是一个产品吧 或者就是一块手表 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创业者说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呢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思考的啊 这是一个方向 大家一定要切记 特别是针对于农产品养殖类的啊 三农类的 还有呢 就是基于族群的社群的营销 什么是基于族群社群营销的生耕细作管理和运营呢 打个比方吧 说有一个族群已经被我们严重忽视了 叫做红粉经济 红粉经济是什么 不就是女人经济吗 错了 女人经济强调的是什么 是消费经济 红粉经济强调的是什么 是创经济和消费经济的柔和体 现在有个词叫做红粉经济 很多很多人打红粉家人这个概念 事实上什么 一方面要宝妈女人们消费 另一方面也让她创业 那这里呢 我说一个案例啊 比如说大家都卖红酒 红酒呢 是不是在商超上 电视上 架构上 广告上来看得到 或者说在专卖店 那么呢 这个红酒运用了族群的红粉经济 创造了一个品牌 叫做红酒公主 那可能说说红口我没有见到这个产品 社群化的这个营销就是载纵的商业 它不像宽泛的 说我要打电视报纸广告 我放到渠道内 但是你要知道啊 这个社群营销虽然载纵 但她的量也非常大呀 她就附加了什么 附加了红酒公主的这种精神 加上红酒公主的这个产品载体 打出了一个口号 叫做让天下女人 没有不懂红酒的女人啊 让女人走遍世界 和尝遍所有的红酒 她打造了这样一个族群 那她的人群 很显然她有自己的一个定位嘛 这就是基于族群下 加情感 加产品的一个什么 社群化的深耕细作 社群化的运营和管理 这些宝妈们 其实上都有消费能力的 他们品着红酒 有红酒培训班 有红酒的品酒班啊 大家在一起有会所啊 有的女人也有会所 在一起合作 同时呢也成为一个创业者 这是第二条路径 跟第一条路径呢 可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但也有不同 第一条路径呢 是运用社交化自媒体 第二条路径是什么 是更加紧凑的载纵的族群族群族群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记着这一点 那么第三个我们创业的过程当中一定不会离开小程序 小程序是我们未来创业者创新赚钱的核心之核心啊 它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它还是一种思维 小程序思维非常非常的重要 小程序的工具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打个比方吧 说我们做创业 我们把我们的小程序对接到我们社交化创业上 对接到我们的社群化电商上 对接到我们的实体店 它是无处不在的端口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能够实现几个工具 比如说苗抢团频团购 零拍啊 群团等等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重不重要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小程序一定是我们未来所有创业者 必须要会 必须要研究 也必须要找到一款小程序 创造一款小程序 对应你自己的创业 如果你做好做不好这一点 你将什么呢 将丧失了50%的机会 最后一点是我们的思维 就是现在已经由暴力 变成了薄利 薄利多销的背后 就是三个关键词 便宜 正品 有感情 我们一定会被这三个价值的人成交 而且我们还愿意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 我这东西非常便宜啊 但是我不是假货 我是个真货 同时我卖你的过程当中 还有感情 所以有很多很多宝马 说我们买的不是衣服 不是保健品 是我们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态度 一种享受的一种情感 柔和在一起的 这就增加了他的溢价嘛 对吧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理解了这样的一个思维和思想 就引申出了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 我们是做多级 还是在做二级 二级就是平行的 用便宜 情感服务 正品 来感召很多很多平行的这样的人群 那么有的人说说 说我要做多级 利用倍增反例 消费反例 你发展我 我发展你 多级 五级 三级 五金制 甚至十二级 我们一定要拒绝和回避 三级以上的 这种纵向的发展 一定会被时代淘汰 因为它已经不符合互联网的思维 人性和社会的发展 所以呢 它的关键词 一定是基于二级的心灵兽的思维 一定是这样的 要想做好基于二级的心灵兽思维 一定是建立在我说的那三点上 便宜 正品 有感情 多级有这样的吗 多级不可能 不可能便宜的 所以呢 这就是红客给大家分享的 未来两年内 我们创业者和经营者 如何能够赚钱 哪一条路 才是我们未来创业创新的核心路径 这就是四点 希望大家好好的思考 我是红客 每天给大家创 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每天八点半 我都会直播 针对这个话题 我也会深讲 谢谢